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0月31日,星期一 今天焦點有我周天偉,為大家聲音導航 今天主要想說兩單新聞 第一單是美國為了打壓中國,已經去到一個失控的地步 甚至連香港即將舉辦的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都被政客上綱上線作為攻擊的對象 第二單新聞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 日前出席一個電台節目時提到 他說會考慮涉及公帑出糧的都要宣誓 如果真實行又會有什麼影響呢? 今天主要想和大家看這兩單新聞 首先看看美國如何橫盲無理 在11月2日,香港將會舉行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顧名思義,峰會的主題是環繞金融 涉及當然是經濟 不少美國機構如高盛、摩根史丹利等高層都會出席 不過在上星期,兩名美國議員、眾議員、麥公文 和參議員、麥克利竟然發表聲明 他們批評機構高層來香港出席峰會 是粉飾特區政府侵犯人權的行為 並為被美國制裁的行政長官李家超 提供政治掩護,因而促請 金融機構高層重新作考慮 自從港區國安法在2020年6月30日實施以來 美國一直借題發揮 同年8月7日更宣布制裁中港11名官員 當中有7人是香港官員 到了今時今日,美國政客仍然繼續借香港針對中國 面對美國的無賴,政務司司長陳國基批評 他說事件反映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打壓是無所不用其極的 目的是想我們搞不成,或者搞得不好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靖宇強調香港是理直氣壯 我們的優勢也不是幾句話可以拿走的 其實從這件事件上可以再次看得到西方國家是多麼虛偽 如果真是那麼著重他們口中所謂的人權 是不是要完完全全與中國、香港割蓄 再不在任何層面上有所交往呢? 為什麼還要在中國裏做生意賺大錢呢? 說到底,這些不過是政治表態 只是為了贏得所謂民主的掌聲 而罔顧現實情況 將自己的政治利益凌駕於一切 之後就有一批海外的小丑 好像羅冠聰、許智峯這些人 和這些政客一唱一和 總之就是要加劇緊張的關係 凸顯自己的政治作用 今日世界局勢 在疫情下仍然是這麼紛亂 俄烏之戰、台海局勢緊張 正正是因為美國煽風點火而助長 目的只是為了維持它霸權的地位 所以就要去挑撥其它國家 見到俄烏之間的炮火連連 美國真是覺得自己毫無責任? 講完國際形勢了 我們又將目光聚焦在香港身上 自從確立愛國者治港的原則之後 公務員、區議員都已經陸續宣誓了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10月19日宣讀 屬於公共機構的 如果用公帑出糧 就要宣誓 即是可能涵蓋 官納和津貼學校的教職員 以及受助社福機構的職工 當然我們知道宣誓 是一個意義大於實際的措施 在2021年宣誓之後 仍然有公務員在挑戰底線 但這證明的行動明確告訴公眾 如果你不是效忠中國香港 就不要出任公職 以及不要以為可以一邊出政府糧 一邊反政府 其實早在去年 已經傳出相關消息 今次政府再次提及 相信真是勢在必行 如果真是販用公帑出糧的人士都要宣誓 就或者可以杜絕一些 過往曾經出現的荒誕情況 如果當年就將宣誓範圍擴大 醫護所說的救港罷工 中大校長段崇志 無理質疑警方執法等等 又會不會出現呢 相信大家心裡都應該有答案了 好了 今日的今天焦點來到這裡 明天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好分享出去 支持和訂閱周天惠 Fanessa Chow的YouTube頻道 按下這個小鐘仔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一條新片了